也真是蠻誇張的 來看到是日前上午在台北市捷運的中校新宣站 有女子呢 在月潭上準備要搭車 突然感覺到右腳被咬了一口 想到查看之後 赫然發現居然是一隻松鼠 原來當時是一名女嗜主 帶著寵物箱去搭捷運 但是因為人多 這寵物箱被擠壓到變形 出現了縫隙 松鼠跑了出來 還因此釀禍 上半時間捷運月潭上滿滿的人潮 排隊等著上車 但下一秒 突然大家眼睛直盯著地板 甚至有人直接跳了起來 紛紛向後退閃避 仔細一看有個黑色物體 快速地在地板上亂竄 幾乎就只能看見殘影 原來這個黑色物體居然是隻松鼠 甚至還有人因此腿上背 狠狠咬了一口 這起離奇的事件 就發生在十六號早上 臺北捷運中校新宣站 一名女子等著搭車 右腳膝蓋內側 卻莫名遭到松鼠咬傷 讓她嚇得趕緊向戰鬥人員反映 原來是一名女子養的寵物 因為搭車人潮實在太多 上車時寵物箱被擠壓變形 出現縫隙讓松鼠跑了出來 主任等到車都開了 才發現松鼠不見了 趕緊再搭車返回 這才知道自己家的孩子闖大禍了 若寵物不慎逃逸造成乘客受傷 可能涉嫌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第七十條 驅使或縱容動物嚇人者 儲三日以下居留或儲新台幣一萬兩千元罰碗 刑法第兩百八十四條 或是傷害罪及負擔民事賠償責任 這名乘客大概怎麼也想不到 連蚊子都很少的捷運站居然是被松鼠咬 這名松鼠的主人也對自己沒有照顧好寵物深感抱歉 所限乘客並無大礙 沒有追究後續責任讓事前入幕 主人也順利找回自己的性感寶貝 記者臺北長報道